为什么突变团境没有第一人称模式呢 以后会有吗 很多模式中都可以用第一人称 但突变团境却始终不能 其实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光子在为玩家着想 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区别 第三人称的优点是视野更广 玩起来不容易晕 而且还能卡视角 第一人称的优点是让游戏更真实 给玩家更多的代入感 有更多的主动性和真实感 所以第三人称玩任何模式 都不会有不适的问题 挺多就是会有不公平的情况 因为第三人称可以卡视角很赖皮 但第一人称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确实是更真实了 但别忘了突变团境中的丧尸 长得还是挺可怕的 如果突变团境用第一人称 那么很多人玩这个模式都会被吓倒 感觉好像真的丧尸出现在你面前一样 举个例子 你正在一个地方往前看呢 这时候想看一下后面 突然一直丧尸出现在你的身后 估计你会被吓得一击你 同时第一人称还有一个弊端 就是比较晕 玩突变团境视角转动会更多 会加大晕眩感 所以为了玩家考虑 光子就没有给突变团境加入第一人称 以后也不会加入的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